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有Jessy 只是有很多網友跟我說 你真的有空找多些Jessy上來聊天 我是說好 因為他說Jessy說話很有見地 又很有內容 就希望他多點上來節目 說真的 不用大家說Jessy 都會多點上來節目 因為我跟他這麼好聊 但是我又要準備很多資料 就跟Jessy去想一下 有什麼議題可以聊 今天的議題很特別 因為大家知道Jessy是很喜歡運動的年輕人 我是老人家 我也想運動 但是真的體力不計 每天都非常忙 你要我怎麼運動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今天Jessy有兩件事想跟大家說 一位就是邱建良 如果大家熟悉的話 其實邱建良先生 就是世界拳王 曾經在世界排名第一 是打泰拳和散打 其實邱建良這次對日本對手不幸落敗 所以Jessy會有自己的看法 在這裏就跟Jessy聊天 另外一方面奧運建議也來香港了 來到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很開心 而且不用說 這次整個活動 都舉辦得非常成功 想談談相關的議題 那當然好 很棒 Jessy 來了 你有什麼看法呢 喂 喂 喂 你好 David Sir 其實你做運動 我覺得你給他建議 你可以去中山附近的廣場舞 那裏 挑廣場舞 哈哈哈哈 是啊 跟新朋友玩一下社交 出身汗也不錯 我也想 不過呢 一定 這個 是 繼續 不過就不知道市民 會不會嚴厲地擾民 因為他們開的音響 開得很大聲 中山那裏 他們就是在河 在江邊 據我所知就是 是 有經過過的 我在車道 聽不到有什麼特別的聲音 我就覺得做運動是很棒的 Jessy也是打拳的 那天跟我說 哇 體力真的差了很多 哈哈 三十歲 是不是 哈哈 真的 你 其實玩開運動的朋友都知道 你 可能對於大部分的聽眾朋友來說 可能會說 你三十歲 算什麼 算什麼年紀大 但其實你玩開運動 你就知道 你過三字頭 你跟二字頭那時候的 體質 狀態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嗯 嗯 差別很大 這個題外話 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輕鬆一點的事情 說說運動 好嗎 甚至說我們很多男士都喜歡的搏擊運動 邱建良 如果大家有關注我們中國的搏擊界 應該都不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的了 嗯 因為邱建良呢 是 是在世界 一個比較權威的那個排名裡面 就是叫做combat press 嗯 我遲些我可能會打這個字 在那個直播室那裡 嗯 好 在combat press的排名 是世界第一 就是在他那個級別來講 就是他那個體重的級別來講 就是他那個體重的級別來講 是排第一的 那其實這麼久以來 就是 好像唯一一個中國人做到這一點 那是厲害的 嗯 只不過呢 就阿邱生呢 他沒有打比賽兩年 因為之前受到疫情啊 和傷病 就是他可能是扭傷啊 或者是 其實練拳的人呢 就很容易受傷的 就是不是說 就是比賽那時候受傷 訓練的時候都容易受傷的 那大家都知道 那沒有打兩年 那 那 總之呢 就前幾天了 他就出去了那個one championship那裡 那裡 在新加坡一個比較大型的叫做體育聯盟 就是搏擊體育聯盟 那裡打呢 就遇到一個世界空手道王 就是秋元浩貴 是的 日本人來的 那就輸了 嗯 不過呢 我看那場比賽我看直播的啦 那我看直播呢 就看了一次 那還有重播呢 我又看了一次的 那就 覺得其實他輸得是不難看的 嗯 嗯 就是很多人就會認為 哇 那輸了是不是被人打到趴在地啊 或者打到真的爆光那種 是沒有的 嗯 但是 的確是輸了 嗯 那 就是這件事有什麼好說呢 那 嗯 其實因為 你說到中國搏擊呢 那很前就很多人會想起中國功夫 嗯 特別有一句說話是 就是天下武功出少林這樣呢 就 令到其實我們很多朋友都 對 中國功夫這四個字是 有一定程度的迷戀 我這樣說 嗯 就是中國功夫這四個字呢 我想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 都算是一個信仰來的 嗯 嗯 但是呢 我想說的是 其實 你說他的實戰性是不是真的這麼強呢 就是你上到擂台和別人打 是不是真的叫做所向披靡呢 是未必的 嗯 很老實 好像我們中國很多的搏擊選手呢 嗯 其實如果出去打那些世界大賽 就是 包括拳擊呀 現在的新興的MMA呀 那個成績其實是一般般的 很老實說 嗯 當然不是說很差 但真的 嗯 前五都入不了了 我會說 你相反 為什麼會入不了呢 其實 原因在哪裡呢 嘩 其實這件事是 真是一匹步這麼長的 那我嘗試一下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 好 當然好 首先呢 首先中國的現代搏擊呢 是 他起步的時候是被人猛的 嗯 就是什麼叫現代搏擊呢 就是 就是戴上拳套上擂台那些 基本上 嗯 我們中國呢 是七十年代 才叫做去開始發展兩樣東西 就是之前你那些什麼西洋拳啊 柔道啊 泰拳啊 這些呢 在中國是基本上沒有人練的 是 因為你那時候 其實你那時候 其實你那時候也沒有條件去練 很老實說 嗯 喂大哥 你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 你 就是中國是一個什麼情況 大家都知道 嗯 它不是好像現在那樣的嘛 對不對 那你說現在我們 我們2021年的中國 那麼 你又不守 你又不需要熟吃飯 又不需要熟就業 這樣 你喜歡練什麼你都可以了 但是 我講的是 六七十年代 在那個時候呢 就是 吃不吃得飽飯 還成問題 還跟你去練拳 你沒事 哈哈哈哈 沒錯 這件事說得對 是啊 絕對是 發展起步是慢很多的 是啊 這件事是很現實的 那 那自從我們中國 就是向 泰國那裡的泰拳 和日本的踢拳道 那踢拳道 都是由空手道演變的 嗯 那向隔離這兩個亞洲國家 就取了經 接著就 再融入了一些 我們中國功夫實用的動作 就創造了散打這件事 嗯 那小弟呢 都是練散打的 嗯 是啊 那散打這件事 一發展起上來的 黃金時期應該是九十年代 到二千年初 嗯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是中國搏擊界的 散打的發展是非常厲害的 你包括以前 在電視台直播轉播的節目呢 是收視率是爆棚的 甚至 甚至 你那時候 有一場比賽在佛山那裡舉行的 就是 中國散打一對日本空手道那裡 那裡 說真的 三萬多人的場館 是真的一下子坐滿了 嗯 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 是搏擊在中國來講 最受注目的一段時期 嗯 那 但是呢 因為種種原因 那散打的發展 好像是 遇到了瓶頸 嗯 還有當時的一些 叫做武術協會的作風問題 嗯 就令到它的資金短缺 那所以散打一度呢 是被停擺的 嗯 不是說完全停下來 但是呢 它那個產業呢 是沒有再前進的了 嗯 直至到近年呢 即是 十年前左右 十年十二年前左右 又出了一個叫做武林峰 還有一個叫做勇士的榮耀 不是王仔榮耀 不是在說遊戲 是一個搏擊 叫做勇士的榮耀 是 嗯 那又將我們中國的自由搏擊呢 就再次帶回到大眾的視野 嗯 那可以說都算是在進步的 嗯 但是其實中國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搏擊呢 你先跟美國相比 因為美國的搏擊其實是很厲害的 嗯 你在亞洲範圍裡面呢 至少都沒有超越到日本和泰國的 很老實說 嗯 嗯 因為真的發展了太久 而且訓練很完整 所以中國可以排名第一呢 其實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來的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 是嗎 是嗎 就是證明它的質素很好 但是的時候呢 你去比賽的時候 未必一定是贏的 那你要看看你自己臨場的發揮 還有的時候呢 就是根據我所了解的時候 就是這一位日本選手 就是抽圓浩貴 其實是排名第三 其實都不弱的 那接下來應該都會有比賽的 是不是 但是我又看到呢 有很多的 就是 中國的網友 就說 這一場比賽 就是 溫 就是溫 這一場比賽的時候 其實是好像有一些造假的 你怎麼看呢 其實 其實 因為我看這場看了兩次 我看了直播和重播 嗯 果然很喜歡 看兩次 哈哈 因為我是非常喜歡 因為我是非常喜歡邱建良 嗯 因為邱建良的那個打法呢 是有勇有謀的 很老實說 嗯 嗯 是啊 所以 其實他的比賽我都會看幾次 嗯 嗯 造假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你溫 就是溫這個聯盟呢 他簽邱建良過去的時候呢 是真的重金這樣請他過去的 嗯 是啊 因為好像 很老實的是 你邱建良 他的身價呢 和他的名聲呢 和他可以帶動的中國市場呢 都是非常之可觀的 是 沒錯 人家用這麼多錢請你過來 然後 如果真的作假要你輸 而且輸第一場的話 都聽起來是有點怪的 我覺得 當然你說打拳 其實都經常有造假 不過如果你說單從 在那場比賽的實況看上來 如果我是裁判的話 我都會判邱建良輸 真的不好意思說這句話 不是不好意思 這個是 運動是公平的 是吧 你是輸就是輸 你是贏就是贏 這個才是可以真正的 給大家去看到 就是未來的希望 是不是 就是中國 我們很公平的 跟其他國家競爭 如果我們贏了就贏了 輸了 既不如人 就是既不如人 這個大家要理解一下 愛國不是那種說 中國一定要全部贏了 未必的 未必的 當然我們心裏面是希望 是不是 好繼續 加回給你 還有他輸的那一場 是因為他們打的是自由搏擊的規則 就是stand up kickboxing的規則 他不是打我們散打的規則 如果你說散打的規則 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都是kickboxing 不過就叫做Chinese kickboxing 但是在散打 你如果把對手弄掉 你以任何形式 或者任何方法 把你的對手弄到 沒有說弄到 你就是 基本上是跌低 那就已經有兩分了 嗯 那如果是打散打的那個賽制的話 那個叫做scoring system的 那阿丘健良是會贏的 因為他真的整跌低了對方很多次 是 但是在這個one的那個叫做kickboxing 就是叫做國際kickboxing的慣例 他算的是 他注重是兩點 一個是那個重擊數 第二個就是那個攻擊頻率 就是看的是看這兩樣東西的 就是如果你說計分的話 那我看的那場比賽 日本的選手 的確在這兩方面都做得好 比邱健良 嗯 是啊沒錯 邱健良是真的叫做 用石腳去踢低 或者掃低 抽圈套餵 是掃了可能都有五六次的 那如果在散打上面來講呢 他已經得了很多分的 就是甚至是贏了比賽的 嗯 但是你是打別人的規則的 嗯 你現在是在別人的聯盟那裡 嗯 所以就 對 輸了就是輸了 沒有贏的 嗯 還有我覺得輸了不要緊的 因為你別說打拳 你打球也是 嗯 大家記不記得九八年世界盃 你巴西輸法國的 總決賽那時候 嗯 那時候你巴西也是大業的 你結果被別人 3比0 3比1 炒了我不太記得了 那你都會輸的 阿叔都說過 那個球是完的 嗯 那你拳套也是完的 嗯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在賽場上 一切事情都會發生的 就是說你當時的狀態啊 你發揮得怎麼樣啊 和你當時的心態都有影響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邱健良的確沒有打比賽兩年 那現在重新出來打 就已經有這樣的表現 即是他沒有被別人打到爆肝 又沒有被別人打到爆肝 我覺得就已經算是這樣的 嗯 嗯 OK 那也是 那就是 講回這件事我覺得 那 其實有時候 我們這些 中國的拳迷 或者叫做運動迷 見到自己的國家的選手輸了 可能會很低 或者甚至 會罵這個選手 說你有了國門 那樣 那我還是不需要說這些 嗯 即是 即是我們需要做的是 你希望他下一次贏 嗯 那你就看看 我們有什麼不足 嗯 即是會不會是 我們的訓練方式 跟別人比是差了一點呢 或者別人的系統式的訓練 是比較有科學性呢 我們可以去紅的 嗯 嗯 沒錯 即是你好像我們 中國最厲害的運動是什麼 乒乓球 絕對是 這些運動 這些運動是被外國研究了很久的 嗯 其實中國 即是好像乒乓球 那樣 他都不介意你們派人過來學我們的東西 你好像日本 日本經常都派人過來學乒乓球 你好像最出名的福元愛 嗯 還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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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川佳順 嗯 他們兩個基本上都是在中國大 都認識 普通話比你和我好 你好一點 不是 他們好一點 真的他們好一點 是 他們是有點不方美的 哦 我們在南方很標準 不是 你在南方的標準 我就不標準 好 繼續 你那些簡直是台灣 沒辦法 OK Donnie你台灣 學習的 還有認識女朋友 是 是 嘩嘩嘩嘩 你剪了這段 阿嫂聽到 你什麼時候有個台灣妹 喂 我們很老實的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很老實的 OK 好繼續 有時候 OK 你好像我們 中國的乒乓球 那個訓練營 那樣 其實是很歡迎 外國選手來學習交流 嗯 因為你有時候要 多些交流 多些互相學習 這樣才可以進步 嗯 那搏擊也是一樣的 嗯 首先我覺得 就是 你首先要撇除 一些 過分自信的東西 是的 有自信是好的 你不可以自傲 嗯 因為你如果對一件事 越自傲 但是如果你最後 看到那個成果 是不如你預期的 你受到那個心理打擊 是很大的 沒錯 絕對是 就好像我們 就好像我們剛剛才說的 中國功夫 這樣 很老實說 現在你無論是 邱健良 還是中國現在最打得的 那幾個 譬如李景亮 魏裔 這些人 張偉麗 女拳王 嗯 他們沒有一個是 練中國功夫 我跟你說 嗯 他們練的都是 其實 散打呢 可以說是中國的 搏擊技 但是他跟你想的那種功夫 不一樣 功夫呢 就是說什麼 詠春啊 八卦拳啊 太極啊 這些這些 這些 塞里佛這些 這些東西 嗯 但是你現代搏擊 是散打 西洋拳 甚至空手道 這些 泰拳 巴西游術 這些種種的東西 嗯 中國現在最厲害的 那幾個fighter 沒有一個是練 詠春的 沒有一個是練 我們中國那些古武術的 嗯 就是什麼 中國古拳法 那些可能是破核之王 裡面那些爛鏡 真的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OK 好 我不是說看不起 我們的傳統武術 我都玩過泳春 但是你把傳統的東西 和現代的東西 真的作為一個比較 是有點不同的 嗯 是有點不同的 那這個題外話 其實說這麼久 關於這件事 關於邱健良這個賽事 我也是想說兩件事 就是 首先 我們要對自己國家的選手 有些寬容 是吧 就是人家 就是真的 游泳氣這樣 出國比賽已經很厲害了 嗯 還有他的表現呢 雖然是輸了 但是他的表現算是好的 我覺得 嗯 嗯 那第二個呢 就是 你要知道為什麼輸 是吧 嗯 沒錯 因為你 因為你 你沒有可能 你沒有可能 是經常贏的 其實有時候 嗯 沒錯 沒錯 那你輸一次 對 那你輸一次之後 知道原因是什麼 那下次贏回就可以了 嗯 我覺得這兩件事 因為 可能 很多朋友會問 為什麼Jesse今天說這兩件事 好像不是 不是說時事 不是說政治 不一定要說時事 說政治的 是不是 這個是一定的 對 對 對 絕對是 什麼叔叔都會說M加 沒有所謂的 對 你好像我們下星期 都約了L小姐 來講講現代外情觀 哈哈 沒錯 絕對是 大家敬請期待 敬請期待 各位 所以這件事 我不是戀愛專家 我不是戀愛專家 我絕對不是 唉 我這些 是成功 成功機率很低的 OK 好 你才是 OK 其實這件事 我們自己了解一下 其實 中國的很多體育運動 有強有弱 沒有可能全部精英 都集中在自己國家裏面 還有的時候 因為 整個環境 還有現在體育的發展 真的 你可以說一天千里 就是連滑板 這些極限式活動 就是X X世代的活動 X運動 X運動 其實都會加入了 其實中國的發展會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人家強的 就欣賞 是不是 自己強的 就大力不掌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情況 對 我們現在講一下奧運 奧運的時候 到香港 奧運班建議 我就有看了 以極速播放 因為大家知道我很忙 老實跟大家說 我是真的沒有現場看的 但是的時候 對於奧運建議來到香港 我們覺得很多香港市民都很開心 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看法 這一件事 我找回奧運建議的照片給大家看一看 是 請說 首先我是有點意外 就是我本來 就是你知道 其實現在 香港的氛圍 我不知道 可能 反中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更多 就是 我猜而已 所以 但是 這次國家隊的代表 來到香港 然後還有這麼多市民去打氣 還有這麼多人喜歡明星級的選手 就像馬龍 許欣 那些 我是有點意外 我猜不到 其實還有很多香港市民 是喜歡國家隊的成員 有時候你知道 我那時候看直播 看那個頻道 他有直播 他的鏡頭有時候會去拍那些觀眾 想不到現場觀眾裡面很多年輕 這件事 我也是有點意外 你知道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 香港年輕子女 你別說支持 他們不潤你國家隊已經是偷銷 潤國家隊有什麼很潤 我不覺得有什麼很潤的 你當然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很潤 但是他們覺得 凡是他們做些什麼 總之大陸這邊有些什麼人 做些什麼 他們都會潤的 不潤他們是會生癢的 真的 我就覺得 有些人是會的 但是的時候我就看到 我沒有看一些網上的評論 說國家隊怎樣 但是的時候 我覺得一向運動 運動和你的政治立場 應該分開 是一個純粹欣賞 他們不懂這些 他們不懂這些 你有沒有朋友是這樣的 我想問問你 比如好像 你在美國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中國奧運造假 又說什麼 不是真的 沒有那麼厲害 現在 有人會跟我提這些 是嗎 就是好像 我運動期間 有一位小妹妹 我們廣東佔綱 是的 全弘士 沒錯 這位小妹妹 一時間成了風頭等的 那時候 很多我在這邊的台灣 香港朋友 聽說 他們的訓練方式 是很地獄式的 是很無人度的 是虐待兒童的 這樣練 我說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照片 或者影片 他說 沒有 但是肯定都咬了腰 那樣 教練肯定是會強行幫他拉筋 強制性扯鬆了筋骨 這樣 不行的 這樣 傷害兒童的 那一會兒 我就發了一段影片給他看 是 那就是 美國這邊的體操運動員的熱身情況 就是他所說的那種情況 哈哈哈哈 喂 大哥 你練體操當然是這樣練的 不是想怎樣練 是嗎 是 你體操也是 你跳水也是 因為你體操也好 你身體的協調性 以及你全身的肌肉力量的要求 是很大的 嗯 那你肯定是要這樣練的 你哪個國家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人家 就是 可能人家美國這樣練呢 你就說人家專業 你就說人家黑苦 我們中國這樣練呢 你就說沒有人到 那 那 那這些就是雙標 是啊 很多這樣的例子 真的 就是被洗腦就開始不理性 就是政治正確 我們提過 是嗎 OK 好 所以我是 所以為什麼我都跟El小姐說兩件事 之前在群組裡面 她不是說 有時候跟這些人聊天 她說聊得很猛的 我說 我說我是這樣的 就是有時候呢 我如果遇到這些人 我可能說一兩句 我就不會說的了 就是因為你 我經常都這樣說 這些人是被人洗腦 嗯 我就沒有這麼厲害的功力 可以把他們扯出來 嗯 是的 嗯 就是你等於跟一個瘋子在那裡說話 那時候 你是很難令到她正常化 嗯 你只能夠是 叫做 這個信息呢 是我可以提供給你的 嗯 那信不信呢 是你的一回事 你不要想著 怎樣勸我 你想勸服我說中國是一個什麼獨裁啊 不人道國家 你是勸不到我的 因為我是從那個國家來的 OK 嗯 我是在中國長大的 所以我清楚中國的情況是多於你們 嗯 所以你們不要想著 不要想著跟我將一些東西無限放大 這樣去反向洗腦 我是沒有用的 嗯 我經常跟別人這樣說 嗯 這個絕對是的 那 是的 請繼續 那所以這次 就是那個奧運代表團訪港呢 就真的 就是他們受到的那個 那種歡迎的程度 是令到我有點意外 那同時我也叫做開心 真是 就是想不到這麼多香港市民 都還是這麼支持我們自己的國家隊 其實我也是想做過 就是沒辦法 我的台裡面 每個人都是很愛國的 基本上是99%的 有時候會有 那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如果支持這個中國運動員的請家一 麻煩你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就是我們 我們很正常的 如果自己國家運動員都不支持 我真的不知道支持哪個國家運動員 對不對 譬如的時候 我們看到 就是打桌球的 傅家俊 那 還有那個什麼 丁俊輝 是的 那兩位的時候 其實都是中國運動員 我看到的時候 他們贏了 真的很開心 大哥 你看到的時候 其實 所有的中國人 尤其是看到 我們的運動員 站在舞台上高的話 我們是會 感覺到 哇 真的 又為中國人爭光了 因為看到黃色 黃色的面孔 中國人的面孔 那 你看到 這些運動員 如果他們上台 我們希望他們為國爭光 是不是 為中國人爭光 如果輸了的時候 我們只會 努力加油 覺得很可惜 這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說 覺得這些都是 政治正確 我就不覺得 這是一種親切感 對不對 譬如我看到 丁俊輝 拿到桌球的冠軍 你會怎樣的感覺 我覺得很開心 傅家俊也是一樣的 只要你是華人的話 我們的心態 就沒什麼所謂 譬如以前 有個網球明星 叫張德培 又是一個華人面孔 是的 其實你看到 你也會很開心 這是沒什麼所謂的 是不是 這個很正常 很正常的 我覺得這些 不應該是看政治 而是對自己 一些同胞的支持 是不是 尤其是奧運 這麼大的場面 四年一次 今年的東京奧運 雖然遲了一年 但是你感覺到 很多運動員 其實都是 花了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訓練 去令到他們得到獎牌 就是無論贏還是輸 但是我們 只會鼓掌 跟以前那裏 就一味要說 喂 中國要贏啊 中國要第一啊 我們除了運動 沒什麼可以值得 和世界人驕傲啊 這些這樣的看法 其實已經變了 了嘛 社會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這個是 是啊 你看現在中國 我今天 剛剛沒有錄了一條片 就是說 一帶一路裡面的 中老鐵路 老窩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聽得 聽得 看得很清楚的了 因為 整個 中國的發展 不單止是單一方面的 只是靠 體育 去令到我們 國民自豪呢 似乎這個是八十年代的事 對不對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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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很開心 我 你請說 你請說 沒事 你說吧 把球彈來彈去的 你現在幫我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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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讓你贏一分 謝謝 謝謝 我印象挺深刻的 有一次奧運 那時候 我不記得是2000年式來奧運 還是2004年的 那個牙典奧運 當時的乒乓球 南雙 南雙決賽 就是內地對香港 是 記不記得 不記得 我沒有印象 那時候是李靖 其實李靖 他本身好像是佛山人 不過他就好像過了香港 然後就代表香港出戰 那時候已經打到決賽 也就是說 你就算輸了 還是拿銀牌 我最記得 我爸爸那時候看也說 行了 反正贏 拿金牌始終都是中國人 你管他大陸拿還是香港拿 是啊 沒錯 其實真的 當時 就是當時我們很多人都 就是我們很多內地的運動迷 都是拍了手掌的 就是真的會為雙方打氣 就是有時候內地和香港 我們不會分得那麼清 你明白嗎 沒錯 其實我覺得 你大陸也好 你香港也好 甚至台灣也好 或者叫做中華台北 就是他們參加國際賽事的話 就應該叫做中華台北 就是中華台北的 是吧 沒有所謂的 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 這幾個地區 如果你說互相去競爭的話 就不是代表中國 代表香港 不是這樣去分的 我覺得只不過是 因為你始終代表是同一班人 都是中國人 嗯 只不過是不同的訓練體系 我覺得 是 沒錯 沒錯 是啊 像我們大陸有這種體系A 香港的訓練體系B 如果你B贏到A 就等於你B優勝一點 就是等於你訓練體系優勝一點 嗯 如果我們A贏了 就等於我們的方法可以 但其實你最終的 你都是一樣東西 就是中國人是贏家 沒錯 對 對 這個很合理 這個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是吧 所以大家看到真的很開心 就是無論什麼地方的人 只要你是中國人 就很開心 其實呢 就是在香港 對於運動這一樣 就是這麼令人著迷的事 其實大家都很激烈的 尤其是香港人 喜歡看英超 就是這個歐聯 那些其實的比賽 就真的很精彩 這是傳統的 但也有不少人喜歡看NBA 也喜歡看奧運的比賽 女子排球 這些團結性的活動 其實對於每一個香港人來說 其實都感受很深的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去看到 整個運動強國 其實現在已經是一定的了 原因不是中國有多強大 我們覺得很開心 而是的時候大家付出的努力 我們都看到了 我們只是以欣賞的心態去看 這個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一個進步 我姑且說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當然 其實你一個國家的體育事業 發展成怎樣 是很能夠體現出你的國家的經濟實力 和你的綜合國力 我剛才不是說的 如果你的國家 如果某個國家 真的一共二百 他發展體育來做什麼 他怎樣發展 沒錯 你首先 你練都沒有人想練 你好像什麼柬埔寨 真不好意思 就是某些東南亞國家 我這樣說 印度 他們有些什麼 印度 印度有些不錯的 女子摔角挺好的 是的 OK 繼續 是的 你說那些國家 他們的民生 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誰還會去練體育呢 就算你有人願意練 你的國家有沒有這樣的資源 有沒有資源 技術、場地、教練、醫療團隊、營養食品 這些全部都要錢的 對吧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財力 你國家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去培養那些運動員出來 但是我們國家不一樣 這個問題很值得大家去想一下 因為我有看奪貫 就是女子排球的奪貫 其實當初我們環境 都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整個女子排球隊 其實是經歷了很多辛苦的訓練 以及不是那麼完整的 怎麼說呢 不是那麼完整的訓練系統 我夠膽這樣說 那兩件事 早期 那兩件事我是問過朗教練 你問過他 好啊 我也想請教 他是我之前工作的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噢 其實他也有間谷 是啊 他也有間谷在美國的 嗯 他是中美兩邊走的 嗯 我也很慶幸 可以跟他談過幾次計 那時候奪貫上映 我也跟他談起來 他真的很遇重心長跟我說 哇 那個時候 我們整個人是練到瘋 他說 教練都叫我們不要這樣練 是 教練怕他們受傷 但是他們不怕 就是因為那個時期 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真是很低 你各方各樣東西都被人潤的 又說你窮 又說你們什麼共產主義不好 又說你們質素低 各方各樣的東西 體育更加不用說 沒有一樣玩得厲害的 那時候 就是他們那班 真是跟國英雄 就是我們的女排隊員的前輩 就是他們都說 我們整班人 其實不為別的東西 我們當時是沒有什麼錢的 就是沒有什麼獎金的 但是我們就是爭了這一口氣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頭 你剛剛才提過 當時國家在支持女排 或者其他體育產業的資源 都是很有限的 但是他們都贏到那個金牌回來 這個是真的奇蹟 嗯 真的是奇蹟 沒錯 那個真的是奇蹟 那個時候 因為在所有世界的訓練 那個時候 都是利用很多器材的協助 中國 就是看電影 是在一些很殘舊的體育館裡面 不斷去練 不斷去進步 你可以達到這樣的水準 其實是非常難得的 而現在的整個訓練 大家有看奪貫的話 其實就知道 現在的訓練是很專業的 還有用現代的方式去訓練 而這個訓練 不是說你用土髮煉鋼的方式就可以做到 所以的時候是必須要轉變的 還有要有一個轉型的 而當其他的運動員 或者其他國家的發展 是比你更出力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輸的 這個是很正常的 所以看到女排 最近的那個表現 都是比較差的 早前我們看到 是不是 在奧運的時候 但是的時候 不代表他們沒有機會 再重新再來 只不過是競爭激烈了很多 有更加多的體育強國 或者排球的強國 再出來了 所以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急起直追 這一方面 我相信國家的體育體委 那邊是會有一定的安排 是的 也知道 其實每一個 國家的機構 大了那時候 僅有一些 就不完美的地方了 我們大家都了解的 是的 所以的時候 在這個範疇裡面 我覺得是挺正的 而我又不知道 又沒有在一起的 Jesse說 你問過阿朗平 我突然覺得很意外 其實不需要意外 因為阿朗教練以前 是被美國人請過來做教練的 是的 我記得 記得 記得 所以他其實很久之前 已經在這裏定居 當初他過來美國做主教練的時候 國內甚至很多人都罵他 說他什麼叛國 各樣東西都說得出 有些人不知道內情那些 但其實你們不知道一件事 是阿朗平教練 當時是請示過中國體育局 真的 他是向上面的人請示過的 他說我去還是不去呢 你真是猜不到 當初那些領導 為什麼不去呢 去呀 他說你把 這個也是幫國家 叫做 爭取榮譽的一件事 你想一下 你一個中國人教練 如果出去 真的把美國的排球隊 帶起來的話 最終的那個 就是那個credit 是給誰呢 嗯 其實 是給我們中國的 嗯 嗯 沒錯 沒錯 大家的視野要開闊一點 開闊一點 是的 是的 是要開闊 真的要開闊 你開闊你才可以看到 我們國家的進步 還有不要每樣東西都收藏 好的東西給自己 貢獻出去 是吧 好像一帶一路那樣 好像中路鐵路那樣 貢獻出去 這些我覺得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譬如為什麼 我們要 開放一些科技的知識 甚至說 5G的專利 你隨便用 沒所謂的 我就給你用 我現在在研究6G 是吧 這個東西 是大家共融的 人家不肯給你 但是當然很機密的技術 我們當然要自己留下 難道我拿來給你打我嗎 是吧 不肯的技術 我拿來給你 是吧 沒有可能 但是有些技術 有些的研究 我們大家一起要去 合作 和去令到他更加深入 甚至是 會不會有轉變呢 這個是全人類的事 那你一個中國的運動員 可以給美國邀請 去教美國的排球隊 是吧 奧運排球隊 後來贏了中國 嘩 多棒 原因在哪 就是說 我們的訓練那套是可以的 也是為國真光的 另外一條路子 是不是 Jesse 所以我和你好談就是這樣 是嗎 就是這樣 這個是很理性的 好繼續 很棒 我想聽你談一下朗平 我叫他朗教練 他就嫌我見改 他說 如果OK的 你叫我大姐 我叫他朗大姐 哦 那就對朗平大姐的評價了 是吧 是 他真人是很高的 而且他人是很親切的 他沒有架子的 我這樣跟你說 嗯 就是他不會跟你放些什麼大擺架子 嗯 就是你什麼 就是你可能有些網紅啊 有些什麼明星啊 影視藝員啊 那麼 戴著 戴著 戴著黑超這樣 懶型的 擺了架子的那些 那浪教練 不是的 就是你很老實講 你們跟朗平比起來 你們真的算得是什麼啊 嗯 但是 但是 你看看人家朗大姐 真的很親民 但是他那個 他那種氣場 又真的擺在那裡 首先他人比較高 他都 麥九的一個 大女人 那樣 那他已經是自身 就是他自己 已經是散發著那種自信 你知道嗎 嗯 你很難 我想說 你很難不對他客氣 但是他 就是他跟你說話的語氣 又真的很溫柔 嗯 但是他溫柔得來 又不失自信 嗯 那我印象很深刻 嗯 林書豪也是 我們那時候去紐約做運 不是做運動 紐約做活動 就是去公幹的時候 就 我都見過林書豪一次的 那我都跟他 聊天聊了兩三句 那他其實就不是很想理我的 我看得出 那他是很忙的 但是都 叫做 他都可能給我們公司 當時 跟我聊了兩句 嗯 那我都問他的 我說 你覺得 就是中國籃球有什麼不足呢 嗯 那他自己都說的 說 訓練 力量訓練 嗯 其實不單止中國 他說整個亞洲的那個 籃球訓練 的力量 在力量方面始終 不是 不是太過專注 嗯 嗯 因為 這裡如果有聽眾 是打籃球的 你就知道 你 今時今日的籃球 不是說你射球準就可以 有些突破 有些突破 有些去搶籃板 你真的要靠身體 真的要靠撞 靠牙位 那樣的 喂 你如果真是 沒有力的 你沒有那麽肌肉的 你跟別人打很吃虧的 嗯 所以這些也是 所以我想 其實都是想說 就是 都是那句說話 看得出自己的優勢的時候 你都要明白 自己有些什麼 是可以改進的 嗯 就是運動也是這樣 我們社會的那個活動也是這樣 你甚至說大些 就是那個政治體系 經濟體系 都是要這樣 嗯 就是David Sir 你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我們要有些大局觀 對不對 嗯 沒錯 這個絕對需要 是啊 這個 我自己覺得 有一件事 就是說 當我們的國家越強大 我們應該越謙卑 哈哈 這個真的是我自己很強烈的感覺 因為 小事而已 不要緊 你要來就來 沒所謂的 我們國家現在就是採取這個方式 你只要正正常常做生意 你就來 你正正常常運動 在國際上高 其實 我們是很歡迎 大家一起來的 你厲害點 就你去做 我厲害點 就我去做 你不要跟我玩一些小手段 對吧 你又不要故意滅黑我 滅黑我 又故意做一些傷害我的動作 喂 你打球 你比賽有個裁判 都是一樣的 我們最真是吹黑哨 對吧 你自己又做裁判 又落場打球 那你怎樣說 你這個規矩是公平的 你都沒有一個真真正正可以仲裁到的 那個 就是很公平公正的人在這裏 那個規則 是啊 那個公平公正的人和規則在這裏 你沒有這個規則在這裏 一切都是你講了就算的 那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好像這次歐盟 又說我要給三千億出來 我要去做那個 什麼 緩護的計劃 那跟著的時候 喂 中國的反應是說 喂 好啊你去做 就算老美說要資助 資助非洲 跟非洲去合作基建的話 中國都說 喂好啊你就去吧 只要是 以非洲人民福祉 為那個最高的目標 那我們都贊成的 對不對 不是我們獨大的 這個世界我獨大的 中國人全部贏了 那其他民族怎麼辦 對不對 我們沒有可能 上次我們都講過 是啊沒錯 沒錯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是很平常的事情 還有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任何懸念的 完全沒有的 我們只不過是覺得 喂 就是我講過的 我的頻道裡面 是想由 就是我們自己個人出發 由中國 去看世界 了解世界不同的 一些觀感 而當我們在世界的觀感上高 我們是看得很清 看得很透 其實你覺得 我們沒有什麼厲害的 我們只不過是 整個地球裡面其中一份子 而且 就算我給中國多少人都好 你不是佔了77億人 你也是佔了14億人 對不對 中國和印度 我給你28億人 你都不及77億人的一半 那我們就和大家一起合作做事 就是 我們說 跟老美一起很朋友 你有你提供的強項 我有我提供的強項 那就一起發展 但是你玩我 那你就你了 那我就玩你了 對不對 我玩你的方法 令你沒辦法 中國人玩你的方法 就不是說 我只是罵你 我又不是和你玩陰招 總之我就不動 你能吹我的帳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是啊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好繼續 Jesse 過癮吧 對 你說到玩陰招 做完這些事情 我又想起 最近美國人很大頭 抵制東奧 我覺得 喂 是你們經常說 政治和體育應該分開 但是現在你很明顯是混在一起搞 嗯 沒錯 是不是 還有我想問你一句 美國和那些 有份一起抵制東奧的人 你們經常說 尊重啊 民主啊 民權啊 人權人道這些事情 那你有沒有問過 你們國家的運動員 這次抵制東奧 對他們來說是否公平 當然是不公平 就是你美國 那美國本地有很多選手 可能練了一輩子 沒有一輩子 可能練了十年八年 就是為了 參加一次奧運會 東奧會 就是好像滑雪那些項目 你突然之間 你上面第一句 我們是民主鬥士 所以我們要抵制中國的東奧 今年不去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有什麼想法呢 是嗎 所以你這些真是 類人類己 你做了這些 就是 差點爆粗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經常想爆粗 我又殺著車了 是好啊 真的殺得好啊 我又殺著車了 好繼續 就是 就是你經常做了這些 這麼無謂的事情 那就是 是 選人不利己 這些叫做 其實你對於我們中國來說 你就是沒有參加 你不參加 有其他國家想參加 還有現在說的是體育 是啊 沒錯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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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東奧會都叫做奧運 都叫奧運會 不過是在冬季那時候舉行的 那你奧運一個精神就是 通過運動將人類團結起來 就是你無論有什麼咬叫 甚至是戰爭也好 那你都放在一旁先 我們 我們這段時期就是講體育 那通過體育競技 而令到我們 就是那個心更加緊密的聯繫 在一起 促進各國的友誼 或者各國的交流 那這個才是奧林匹克精神 那但是你不是啊 你現在搞了這些抵制 那你想怎樣呢 我覺得有時候你 其實你美國政府這幫人呢 他們根本沒有一個是治國的人才 我這樣說 嗯 嗯 他們是沒有能力的 是 他們無論 你在國內 你搞不定你的民生 你擔心不了這個疫情 你就去國外這樣轉移視線 找個共同敵人出來 現在就去找我們中國 我說你真的 真的有少少暈吉 不是有少少暈吉 是非常暈吉 我覺得你這種手法 真的很低狀 是一種很冷靜的 你冷靜的 我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不讓我自己的選民 或者我的國民罵 我們把這個敵對的視線 轉移去中國那裡就可以了 那別人就會罵他 不會罵我 我覺得你這種事是很無能的 就是拜登政府 真的是 這個是的 那時候以為 我告訴你 有很多事 接著9號民主峰會 還有一個罵 絕對 他那個也是搞笑的 是 你搞定你自己國內的種族 不平等的東西 麻煩你 民主峰會 不是很過癮的 這次好像有請香港的羅冠聰過去 我也不知道他想玩什麼 真的 羅冠聰是誰 這個 逃走的人 逃走 逃走美國的人 我剛剛看到的消息 那些黑暴的人 支持黑暴的人 那那個 喜歡吃雞肉的 那個是誰 邀請 真的 給拜登邀請 這件事又可以說一說 民主峰會 他獲拜登邀請 嘩 好厲害 這件事又可以說一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希望羅先生 他把19年 那群年輕人做事的方式 帶來美國 暫時沒有 你等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先過幾個月 你先過幾個月 是 等你準備好 是嗎 我也是自私的 是 等我 甚至等L小姐 一大群人撤離了 是 我們回到家了 是 你再慢慢出你的 石油彈也好 汽油彈也好 你到這裡 更容易找材料 是 看法這一集也要早出的 明天要出的了 這一集 OK 明天要出的 明天要出的 這麼快 星期二出的這一集 大家聽到了 真的要跟大家說說 嘉日 好 有嘉日 我很喜歡玩嘉日 你要互動的 大哥 是不是 是 我是要跟大家互動的 都說了 我是用了一倍的時間 去做這樣的節目的 因為沒有辦法做直播 雖然錢是賺多了 但是看的人就少了 真的很奇怪 可能即時有得上廣告 沒得說 但是的時候 我都要盡量在 大家錄播或者首播的時候 去跟大家聊天 因為我開了一個 就是留言區 開了一個留言區 你沒有理由自己個人 關了鐘 是不是 所以我就要留下 跟大家聊一下 盡量的 但是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請大家見諒 因為其實都是很辛苦的 我試過有一天 是很瘋的 我那天不是跟Jacky說 我拍了五條片 原來我計錯數 我拍了七條 一天裡面拍了七條片 你說瘋不瘋 人都瘋 是 真是厲害 好 是 很多聽眾朋友未必知道 但是其實 你看回David Sir的影片 現在你基本上 平均每條片都應該有一個小時 我現在 我最近 是的 我都沒有 當然你有些短片 有時候你自己講的 可能是十幾分鐘 但其實你 找人上去講的 都是一個小時 好像我 西文哥 S先生 甚至跟El小姐 真的都過了一個小時 所以如果你跟我說 一天錄六、五、六條片 甚至七條片 那你只錄的 你只錄的東西 已經不見了七、八個小時 那你還有 你可能有時候 要做一些後製 是吧 有時候你做後製 短片就要做後製的 短片就要做後製的 還有要做資料搜集 這個很重要 就是剛才我跟Jesse去講 又要做後製 是呀 跟Jesse去做 剛剛去講的時候 我都要做一些後製的 其實 我是不知道邱建良的 這件事 我要去看一下 我了解邱建良整件事的內容 是怎樣 就是盡量用短時間去做 還有看回奧運 建議來香港的表演 大家的什麼感覺 還有找回一些資料 這些是需要的 所以的時候 這些時間是很擠的 也都希望大家支持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句到尾 David Sir 你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沒錯 其實我偶爾跟David Sir 都在微信聊聊天 我發現David Sir 如果不是接你的兒子 或者跟姐姐吃飯 或者睡覺 除了這些 你基本上都是在做事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沒辦法 自己年輕太難過 尤其是躲牌 沒錯 沒有這麼說 你看最近的旅遊片 也少了很多 你真的沒什麼時間出去玩 出去玩? 沒有什麼 你前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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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去四川 廣西 福建 這些片 跟簡老闆去行夜街 這些片 等你回來 等你回來 等我回來 我帶你去開屏吃煲仔飯 好 就如這樣 在開屏玩幾天 不是去一天 是去玩幾天 甚至住一個星期 那就打擾一下這個開屏的酒店 你可以來我們那裡 你不來的話 我怕打擾你們 你也知道我說話大聲 但是跟Jesse一起做節目 應該會非常好玩 這個我是覺得 你到時 你到時錄節目的話 我和你同框出鏡 當然了 一定需要 我帶齊工具 和Jesse一起去做節目 同意是加一 多謝各位 不要 到時我第一次在你的頻道亮相 真真正正的亮相 當然要 我真的等待很久 況且我也覺得內地的生活很棒 很快 很快 我也相信很快 因為現在的情況 是理想的 今天時間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吹水吹這麼久 好嗎 OK 下次再談 下次再談 多謝你Jesse 拜拜 不用不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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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 再和大家再見 我現在要開始準備 把影片整理一下 拿下標題 然後做其他事情 OK 感謝大家 拜拜 各位拜拜